房间里有霉胃对身体有害吗? 有害 房间发霉了,开始有刺鼻霉胃 但霉胃通常被人们忽视 认为对人体健康不会有什么影响 霉菌多生长在潮湿墙面 是一种可见性生物菌群 霉菌在室内和室外均能生长 包子粉随空气流动 遇到相应环境 会粘附在物体表面 并迅速繁殖蔓延 并释放出难闻刺鼻的意味 为保证健康 尤其是免疫系统 尚在发育中的儿童的健康 需要保证室内卫生、厨师、通风 尽量做到不接触霉菌